好我們剛才聽了這個大帝 它其實是很有振奮的一種感覺 而且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大帝是國語版的 那其實最早在1988年是粵語版 那因為紅嘛 對就是歌曲有達到那個知名度 所以當他們要來台灣宣傳的時候 那台灣的唱片公司當然會希望 沒有來一個國語版 對就是在一個國語版的 所以當然國語版在當時候的 這個銷售量可能就沒那麼高 因為畢竟我們的市場就在於台灣 對就是這樣子 那最主要是因為這首歌 還有一些所謂的一些政治活動 對不對就是因為 當時候不是中國跟台灣啊香港 就是一樣都是中國分裂嘛 那就是台灣開始開放這個探親了對不對 對沒錯 所以就是以這首歌大帝 對 來隱喻啦 那我覺得這個也算是還蠻不錯的啦 就是說透過音樂來詮釋這個政治 比如說像可以回家看看自己的親人 或是什麼 對 好像關係已經慢慢的沒有那麼緊繃了 對 沒錯 所以他們當初來台灣這張大忌的專輯 他在台灣是沒有發行粵語版的 他是直接重新錄製國語版 他們當然都是重新錄製國語版 那當然我相信有很多的一些粵迷 他們一定兩個版本都有 他們可能就是在這個 那個Biang還沒有發行國語版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買了粵語版 那國語版出來的時候再買一次 對那我覺得因為這首歌在當時候是非常的走紅 嗯 所以Biang的這個名氣啊 或者是他們的能見度就越來越高 對 甚至他們 我覺得他們的這個 人見度高到後來 他們還開始進軍這個日本 哦 對 他不是只有台灣哦 對 他們也不是只有台灣才 嗯 才是一個重點 因為在當時候 日本跟台灣其實都是 所謂的華人圈 音樂圈裡面的主流 市場 對 那像Biang他開始出來了 他其實也是從這個地下樂隊開始 從1983年 對他們是一個地下樂團嘛 是是是 那經過這四年來 當然就是會有很多的一些 呃來來去去啊 對 那像他們當時候 也都是透過一些同好的介紹嘛 對 比如說介紹 我覺得那個彈吉他很厲害啊 或是誰很厲害啊 啊就大家認識啊 因為大家都同 同好中人嘛 嗯 所以慢慢的就聚集在一起 嗯 那他們在1986年的時候 其實 呃那時候 有一個 另外一個團 叫服飾會 他們這個團 解散成員 裡面有一個這個 Keyball手 嗯 吉他劉志遠 也加入他們 嗯 那他們那時候就 五名 變成五位啊 對他們就五位了 可是在1988年的時候 呃他退出 對 那所以他們就一直 保持在四個人的狀態 嗯 那我覺得 音樂 樂團本來就是啊 尤其又年輕 嗯 本來就會有 可能會有一些 音樂理念上的不同 對 或者是什麼 來來去去 好 可是到了最後 呃到了這個 1988年以後 對 這個 this 成員 基本上就是 底定了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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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對 开始在这个组团的时候 他们的鼓手是 叶士隆老师 那还有他的另外一个诅咒 吉他手是邓伟谦老师 那贝斯手是李隆潮老师 好像最后他的弟弟黄家强 好像也有加入进来谈贝斯 对 没错 然后到1985年 另外一位诅咒的吉他手 黄冠中再加入这样子 是 所以这其实年轻的乐团也好 在当时会经历一些变动 也都是很正常 对 这其实我觉得 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子 年轻的乐团也是常常 OK 生涯规划等等 因为有 其实我觉得有些人 他们会有自己的生涯规划 对 那他可能会认为说 我加入这个乐团 其实就是大家有兴趣 那就一起练 可是可能经过一两年 他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规划 对 他们就是慢慢的就 再往其他的方向去走 对 那所以第二段 你要跟我们分享哪一首歌曲 我觉得这个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他发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 那他的歌名跟他的专辑是同名的 就叫光辉岁月 这个超耳熟能响 没错 而且他在1991年4月 还在台湾举办这个光辉岁月演唱会 哇 真的喔 对 那时候就造成一个很大的轰动 没错 那光辉岁月这首歌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其实这首歌其实我们常在唱 但是我想这首歌 他除了好听会红以外 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个特色 还是说 其实这首主打歌光辉岁月 他其实是粤语版 对 那一样 他们粤语版红了以后才有国语版 那其实这个粤语版 它是一首赞美这个南非的一个国民大会的主席 的这个纳尔逊曼德拉的一个歌曲 那他是在歌颂说 他当时候在这个南非种族的隔离时期 有没有 对 为黑人 就黑奴那种概念 有没有 为他们付出的一些努力 那他后来也因为这样子 其实就是有点比较属于民运 的运动的时候 他被关了28年 那我觉得这个就一个人可以为了 别人 为了自由 为了民主去奋斗 一个理念 然后付出自己的这种时间 对 那我觉得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们就是想要为他来做一首歌 所以光辉岁月 为什么这首歌后来会成为 比如说像他们香港的一些 所谓的一种民主自由的一个代表歌曲 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的 原油 但是这个味道可能在粤语版里面会比较明显 对不对 好像在中文版的这个歌曲里面 好像这个在填词的部分 稍微有把它做了一点修正 是 没错 那所以第二段的这个光辉岁月 你老是要给我们听哪一个版本 当然还是比较偏向就是让大家听个国语版 因为粤语版其实大家常常都会听到 那反而国语版好像比较少会去注意 是这样 你是直同版直出来的吧 没有啦 其实很简单啦 就是说你常常听他在唱粤语 你会觉得很习以为常 可是你并不会常常听到他唱华语的 了解 好那第二段我们的比较老师的作品呢 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一首非常经典的光辉岁月 一生一度多远的路程 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冬天 明生需要多久的细节 多少血和泪 才能慢慢实现 天地坚持人我暂时高飞 谁说乱是天真的语言 梦中为我黄人的凶手 写下残忍的诗篇 无关有多么疲倦 相爱在我世界多面前 迎着光辉 你岁月回到一生红尘 一生有最多远的路程 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 才能走到终点 你说的是天真正的一天 你说的是天真正的一夜 梦中为我黄人的双手 写下残忍的诗篇 不管有多么疲倦 无关有多么疲倦 梦中为我黄人的双手 显着陪着 写下残忍的诗篇 无关有多么疲倦 相爱照望世界多面前 迎着光辉十月 为他一项奉献 无关有多么疲倦 梦中为我黄人的双手 显着灿灿的诗篇 无关有多么疲倦 相爱照望世界多面前 迎着光辉十月 为他一项奉献 梦中为我黄人的双手 显着灿灿的诗篇 无关有多么疲倦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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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